现在我们需要产生一些物化的效果 这时候我们需要有一个Camera 那么这块的方法就是从Perspective Create Camera From View 那么在这个Camera的部分呢 我希望把它的Camera Type 做一个修正 我们把它改成FreeCamera Terma的这个距离呢 会影响到到时候我们物化的一个效果 所以待会我们再针对这个距离呢 做一个设定 Far Range的部分 就是影响到我们到时候这个物化的程度 那么接着按8 那我们可以打开这个Environment跟Effect 那么在这个地方先加上一个Fog的效果 就是这样的 物化的部分呢 基本上我需要用到刚刚的蓝色 所以我们找到 跟你的Sky 然后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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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后将这个颜色呢 Instance到刚刚的 物化颜色上 好 Copy好了 那记得这个 指数呢 要打开 好 目前整个都没有看到 表示我物化的程度 太过 大 所以这边我们要再做一个调整 回到Terma的Far Range 这个地方太短了 这个距离 这个距离 1万好了 可以得到一个比较好的结果 基本上 基本上 远处会有比较物化的感觉 目前呢 物化的程度比较 严重了 那是因为我们已经把这个 Cama 的Far Range 的 Cy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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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那后果的效果就会更明显 好 这个是目前的感觉 高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